懲戒法院的前院长涉嫌性骚扰一事于报导前 司法院并没有接过相关的申诉 懲戒法院以前院长当初是因为身体因素申请提前退休获准 那媒体已经有如此的报导之后 司法院将会立即依照性骚的相关法制启动调查 如果经过调查处时一定会依法陈处 绝不款待 司法院并没有收到被害人的相关申诉 我们也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无所谓明知并且还让他退休的事情 林辉皇院长有碰到面 有问他有没有收到所谓的任何证事或是口头的申诉吗 我有跟林辉皇院长有做电话的联络 那他是有表示没有收到申诉 我们连这个被害人是谁都还不清楚 然后到底这个整个情节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什么地点 这个都也只有媒体的报导 后续的相关的调查都会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 有请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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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适当这是肯定的 有请指出声 我们来不及找到处理 怎么处理 我们去吧 这些案子 我们去找到处理 里面的 好